彼得兔 老吉星总是给他带来麻烦 一天 妈妈要出去买下生活用品 哦 我亲爱的宝贝们 你们一定要听清楚 你们可以到麦田里 或者沿着巷子玩 但千万不能去麦格雷格先生的菜园 那里会伤害你们 为什么妈妈 你们的爸爸曾经去过那里 我保证就去过一次 给我们弄些芹菜和花衣菜 还有一些古物让我们冲击 我们从未聊到 这居然成了用别的一天 因为麦格雷格太太 把它做成一个新鲜的馅饼 哦 妈妈 真悲伤 好了 你们去玩吧 但是不许调皮倒大 尤其是你彼得 我现在要出去了 妈妈去了市场 而孩子们留在家里 决定做些什么 我们到巷子里去 那里有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们可以跳舞 玩耍 制作美丽的花园 我喜欢花园 我也是 花椰菜 芹菜 嗯 我应该去麦格雷格的菜园 我已经很久没有咀嚼 美味的芹菜了 还有草莓 嗯 我已经流口水了 我要去麦格雷格家了 麦格雷格家 别傻了 妈妈刚刚请告过我们 这有多危险 彼得跟我们到花园里来玩吧 我们要去那里玩 春天来了 那里到处都是盛开的鲜花 但是 花园又不是能冲击的草莓和芹菜 你们都可以去花园玩 我要去麦格雷格美味的菜园 彼得很快就跑掉了 又来了 彼得兴奋地跑上通向麦格雷格菜园的那条小路 美味的蔬菜 我来了 彼得到了麦格雷格的菜园 考虑着该怎么进去 他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小菜一碟挤进去 彼得从大门的底部溜了进去 吃惊地站在那里 哇 我们到了 就在麦格雷格的菜园 在彼得看来 这里非常大 他能看到一些大萝卜 树那么大的花椰菜 还有他最期待的芹菜 天哪 我今天太幸运了 我要把能吃的都吃了 但在我开始之前 我想我应该摘一些桑葚并放在地上 这样我就不会迷路了 彼得要了一口芹菜 然后是花椰菜 他一看到草莓就把它们吃了 他还不停地往下扔桑葚 能看到彼得吐伤心欲绝 一只只羹鸟向它走来 追 追 你好小兔子 你还好年轻 我真不希望你成为麦格雷格的美餐 追 追 所以这是我的建议 别再犹豫了 在你付出代价之前赶紧离开 哦 得了吧 小鸟 我不认为一切会那么糟糕 哦 这是我在路上偷的一小谷 这 对你来说肯定是一顿美味的大餐 哦 小兔子 追 追 我该怎么跟你解释 你对自己打来了很大的危险 你胆子太小了 小鸟 我可是一个勇敢的男孩 小鸟点了点头飞走了 彼得吃的太多了 他觉得胃有点不舒服 哈 也许我该休息一下了 不过让我逮些豆子当零食吧 彼得扎到一块石头让自己休息 他吃了一小口豆子 哇 这块石头太舒服了 我可以在这里待上 好几天 彼得休息着 抬头望着天空 多美好的一天啊 天空如此清澈 鸟儿在飞翔 太阳如此明亮 还有一张愤怒的脸 愤怒的脸 这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看起来彼得并不是在石头上休息 而是在麦格雷格先生的脚上 哎呀 这不是石头 但是用皮革做的 哦 哈 麦格雷格先生 我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 快跑 站住小头 他惊慌失措 挑出了麦格雷格的视线 把吃了一半的豆子都扔在了后面 他跑到草莓树从后面藏了起来 只要我发现了你 我只要把你变成一个派 哎呀 我做了什么 有办法了 抓住你了 结果看到了无数爆料的蓝莓 这只兔子去哪儿了 麦格雷格先生尖叫着 他发现彼得的小鞋子落下了 这指明了 彼得跑的方向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 就等着我把你变成兔子馅饼吧 麦格雷格立刻发现彼得兔正传着醋力王跑去 彼得兔用他的四条腿跑着 现在不穿鞋跑得快多了 他爬上了醋力王 哎 我希望他不会在这里找到我 可是麦格雷格先生又来了 他想抓住彼得 可是彼得忽左忽右的跑着 逃出了他的视线 麦格雷格先生被网缠住了 我放这些醋力王是为了赶走鸟儿 我可不想被困在这里 这个兔子小偷必须马上离开 当麦格雷格从网里出来时 彼得兔飞快地跑向工具棚 彼得匆忙地环顾四周 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我要到水罐里去 彼得来到了水罐前 他注意到里面装满了水 他听到了麦格雷格先生狂怒的脚步声 哦天呐 他逃出了醋力王 一 二 三 提 彼得贴了一小嘴罐 这就变出来了 他做得很好 但他无法避免他制造的噪音 这时的麦格雷格先生很清楚他的行踪 哦 你躲在工具棚里了 吵闹的兔子 等我来抓住你 这次我想吃炖兔子 这次我想吃炖兔子了 麦格雷格先生走进工具房 他去洗锅 朝头发下面看去 然后他的眼睛看到了颤抖的水罐 哈哈 我找到你了兔子 现在你就要变成我的晚餐了 彼得听到声音 然后带着水罐跑了起来 他向左 然后向右 躲到了麦格雷格的脚 你是个兔子小偷 哎哟 兔子逃出了他的视线 麦格雷格先生痛得跳了起来 彼得终于拿着水罐逃走了 他大口喘止气 把罐子从脑袋上拿了出来 这时他才意识到 自己蒙着逃跑进了茂密的罐木丛林 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 彼得很累 他丢了鞋子 弄脏了他的夹克 毛皮上到处都是你 哦不 我又累又脏 我这样子怎么回家 我带你去大门那里 这是谁 我早告诉过你 这个麦格雷格菜园充满了恐怖 来 让我带你走吧 彼得同意了 但在他跳上去之前 他想做一件小事 他脱下夹克 盖上一个萝卜 然后放上两个豌豆夹 磨放他的兔子耳朵 等麦格雷格先生以为他终于找到我了 一定很有趣 嘿嘿 行了小兔子 难道你不认为你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吗 快跳上来 别让麦格雷格先生看见 哇哦 你可真没记忆 彼得扑向那只鸟 他们朝大门飞去 麦格雷格先生在灌木丛中发现了一只兔子 麦格雷格先生拔掉了豆夹 麦格雷格先生拔掉了豆夹 就像彼得所期望的那样 他被骗了 哦 你这次很容易就逃掉了兔子 下次你再来这里你就逃不掉了 麦格雷格先生累得剁着脚回家了 只鸟把彼得放在了麦格雷格家的大门 已经换上了小兔子 快回家吧 你会让你妈妈担心的 因为你身上都是脏土 好的小鸟 我回家了 谢谢你载我一程 不客气小家伙 追追 彼得走进森林 回到了他的家 彼得敲了敲门 妈妈开了门 佛罗普塞 穆普塞和库塔泰尔的晚餐盘子里 盛着黑莓和奶油 你好彼得 你刚好在晚饭前来的 我的天啊 妈妈看到彼得的情况 倒抽了一口气 告诉我彼得 你干什么去了 你简直太调皮了 这是你在两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丢掉鞋子和夹克了 他顽皮地跑到麦格雷格家的菜园里了 什么 是的妈妈 他去那里吃东西了 他今天没和我们一起去花园 妈妈注意到彼得已经很累了 所以他带他进屋洗干净 把他放在床上 然后他为他准备了一些柑橘茶 他环顾四周 看到厨房柜台上有芹菜 花椰菜和豆子 你是怎么弄到这些的妈妈 这是小香那头的玛丽莲阿姨菜园的 亲爱的 记住我的话 他们比麦格雷格家可好多了 彼得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傻 他的妈妈把他带到床上 给他喝了一剂柑橘茶 睡前喝一汤匙 你明天就会精神焕发 可是 那我的黑莓和奶油呢 彼得 今天你只能喝柑橘茶 淘气的兔子没有黑莓和奶油吃 现在去睡吧 明天醒来就精神了 另外 我希望你记住这一天 因为 当你陷入危险境地时 就会发生这些事 好的妈妈 彼得兔感到有点难过 就睡过去了 他的妈妈回到佛罗普赛 莫普赛和库塔塔尔那里 陪他们一起吃黑莓和奶油